那边有个兑换处 可能要完成任务 就去那边兑换那个卷 我们上一期没有派币 你们就是强制上课 必须上 上一期没有课 有课吗 没有课 没有课 对对对 上都我们给人的上课 快递拿了 快递拿了 来了 哎呀快递来了 又要去门口了 哇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声音 拿快递拿了 快递不会是在那个铁门吧 对 就是那个 那就一起去吧 我去我去 没想到吧 大家都这么精怪 哇 我已经看到了好多个快递啊 来了吗 天呐 一人一个吗 完了 开始吧 完蛋了 你们咋一点都不放呢 对 我才感觉你们直接 嗨塞了 吃麻烦麻烦 你就不知道会拿到啥 你知道吗 来吧 这 大力 提借 哇 这不会里面有惊喜吧 哇哇哇 哎呦真烫 这里面都是蛋啊 哇 哇 哇 这蛋都烫了 这蛋 哇 开蛋吧 来吧 123 把三砸下去啊 123 我 手机 3 我 完了 我这砸出实验室 实验手册来了 完了 我看这实验手册的绝望啊 不是 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彩蛋 弹中弹 弹中弹 冲冲 你这啥呀 你 你这 冲冲 你这啥呀 不是 我这啥也没有 空弹 空弹 你这啥也没有 你这是部手机 手机 还有这个什么币啊 请随身携带此设备 每个实验结束后会收到派币派币变化 信息推送 哪个是派币 我看看派币这个我们先帮大家保管 拿好这个 我看看派币就让他跑了 我看着呢 拿好手机 好你拿着吧 好 钱在我这绝对没 哈哈 能看下魏大星吗 魏大星能够吧 魏大星能够吧 太够了 对 那人 咋这么虚呢 魏大师 虫草来一天快来 我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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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光先虫草 好高级啊 大学 站住 这是第二季开放派总冠名 东阳光先虫草 为大家准备了见面礼 开放的精神就是保持好奇 不断探索 在东阳光也有那么一群爱探索的人 他们坚持15年研究 实现了东童大草 先着吃的创新 希望在接下来的旅程中 大家都能够时刻拥有好状态 活力满满不惧挑战 赶紧尝一尝开启今天的实验吧 好 开启吧 我们回去吃吧 回回去 这在身体不好 就是自己的原因 啊 对 回去读一下手册 宝贝们 这时间手册可以出书了 哇 这么长的实验手册吗 开启开启 开启 活得干嘛 哈哈 腿热了腿热了 就在这屋摘好了 哇 这么长 这是一天的实验内容吗 这还行 有时候这个大嘴还假小的呢 他是各种翻图什么的 啊 这是比脱口秀的稿还长啊 这太可怕了 哈哈哈 朋友们 我的手机推来的一个消息 你看现在 有一个派币排行榜 我已经获得一枚派币了 我有几个派币啊 咱们都是比 零个 为啥 这刚刚那个开那个箱子 谁砸就谁的 来 浩哥朗读先手册 对 每天都读本书来 好 这这个实验的名字叫 很高兴认识我 认识我 你 你还是谁 他就说很高兴认识 我也不知道谁 认识我 对 就认识自己吧 啊 或许你能准确说出自己的身高体重 但你知道你的体积是多少吗 体积 体积是怎么算来着啊 体积是底面积乘以高 底面积乘以高 所以就是鞋鞋的码数乘以身高 43乘以183 就是你的体积 当然不是了 那鞋的码数就是两个脚这么大 人的体积等于质量除以密度 人体密度约为每立方厘米1.02克 好 根据我往下看到之后 跟体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发散这个话题 或许你能从一堆照片上 迅速找出自己的正面照 这是我 这是我 你也尝尝 这是我 但你能从中找出自己的后脑勺吗 太难了 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我们今天将用实验的手段 让你重新认识自己 从你不曾看过的角度观察自己 这不是我的后脑勺吗 用你不曾用过的单位衡量自己 我闻一下 是狗 真的这么简单吗 是我们想的这样吗 请前往工具间开始清派的实验 走工具间 走吧 后面不了解 直接就去工具间 到上去了解 开始实验了 朋友们 开始实验 加班哥怎么兴奋起来了 兴奋了 来家人啊 做实验的 不是吗 好恐怖啊 他怎么兴奋起来了 哈哈哈 我要重新认识我自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我是谁 哈哈哈哈 下面凉快吗 门敞得这么开 嗯 哈哈哈 关门关上 咱进去就给他关上 哈哈 这是 哇 哈哈 把自己拼出来吗 哈哈 应该是 应该是 自己拼自己啊 哇塞 这怎么感觉像进了那种 化妆店的那种 是吧 哈哈 眼镜 这是什么色号啊 这是谁的色号 这这 这小嘴角 这 我们猜对了啊 就是 哈哈哈 前面这些那些 不重要 不重要 如果只看局部 能正确分辨自己的五官吧 实验步骤一 从桌子上的五官中 找到自己的 正确拼出自己的照片之后的人 获得一个泰币 我们要拼自己了 先找 先找 先找这个照片啊 先找到自己的脸啊 先找自己的脸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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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尝尝 这是我 实验一 我们几乎每天都照镜子 但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脸吗 眉毛长啥样啊 如果把五官从脸上拆分开来 我们可以立马准确辨别出自己的五官吗 我觉得都挺像的 接下来这个实验 成员们将从局部观察自己 他们可以正确拼出自己的照片吗 哎 我的眼睛也很好认 其实 我的也好认 我也找到我的了 完了 我找不着我 不行 这个眼睛 大小 它根据情绪走了 我有时候笑下 这又 哈哈这这有好这有传言吗 这个 这大叔吗 耶 弄我呢 这是你 杨阳 还有谁啊 这是我 我先把眼睛提上 我可以 我可以弄一个我向往的五官吗 我看得出来这是胡哥老师的眼睛 可以 哈哈 像我吗 朋友们 这个嘴是我吗 我觉得可塑性很强 很像呀 我觉得 可以啊 那真的很像你 你要重新认识自己 说不定你就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影响 我得看我的鼻子 我的鼻子 我现在看这一堆鼻子 我觉得没有一个像鼻子 对 对 越看越不像 就是看时间长了之后啊 我都感觉怪异了 对 这个 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嘴呢 颜色都不一样 哈哈 哈哈 这个跟颜色也有关系 弟弟啊 有点智慧啊 弟弟啊 你是说同一张照片是吗 对啊 那我那嘴肯定不对了 我这嘴黑啊 这嘴 我这眉毛应该对了 确实是颜色 大学你提示了我 我怎么觉得没有一个是像的呢 这小嘴 这谁嘴长这样 开始说难听的话了 哈哈 哈哈 一会高低 一会高低的把他拼出来 看到底是谁 那个有可能是